吴先生跟他講 你這個條約裡面負擔不起 你能不能改一改 如果我都沒有看 我也沒有我自己的律師 因為我相信你就是我身邊 跟我同堂了16年的老人 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不知道合約裡面的 條約去找款去做的話 我就告你 我告死你 你一頂著情 完成心裡的愛情 咦咦咦咦咦 Medi暴逼父王噤聲出戶 親友怒控片前賣生氣孩當狗媽 我們在櫃子 他在哭 為什麼哭 好累喔 又好熱喔 他說好熱 又好累 又好累 好累又好熱 應該知道四處發育長 他為什麼四年多給 那個四處發育長 你真真耶 可不可以說八點啊 Melody7月初吳玉錦宣布離婚 事隔不到半個月 夫王吳玉琦19日找律師突襲 到北院地狀申告 離婚協議無效之訴 經爆遭Melody誘導 簽下不平等離婚協議 上億房產全沒了 深夜他就拿了三張 離婚協議書 跟吳先生講 我們來離婚吧 我們已經講了很久了 就這三張 那你簽一下 然後 吳先生想說 已經吵了這麼久了 那他也是被他吵了頭昏腦上 他說好吧 那就簽 那天把他簽了之後 他到綠色樓的時候 他沒有再簽 他就跟他自己講 把他禁聲出庫 把他什麼東西都拿光 他是做附件 一附件二附件三家 可是 吳先生他看的時候 只看前面三張 沒有什麼附件 不知道 艾米看到 他沒有拿出來 後面就是賣一聲氣就出來了 房產什麼全部在裡頭 氣得吳玉琦 情有在言忍不住 20日跨海接受三立新聞 獨家訪問 透露3月兩人離婚後 吳玉琦崩潰爆壽 還頻頻進醫院 只為了讓自己能活下去 這個無心病 就是富二代 也就是好門 他不如是個美商公司 在高興的高級主管副總職員 他已經一支合理有力的這十七年 盡量賺多一點 給小孩 給老婆滿足 他以前一直跟我講 我覺得老婆是取來 愛的取來 疼的 所以他從老是比較 老婆罵他白目是真的白目 他確實很能戴 他學習能力很強 他什麼事情都知道 他很棒 可是在某一種程度 到某一種地位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比人家強 然後回到家裡覺得他先 不過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瞧不起他 把他當狗這樣子罵 不爽就罵他 不爽就罵他 然後回家吃飯 他看他不爽 他就又講他 他現在沒辦法 就把筷子放到桌上 就是我不吃了 所以我自己就越來越瘦 我身體非常不好 比如說這次 跑到醫院去 其實在看醫生 我說你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我只是想讓我自己 能活下去 我就聽了嚇一跳 我說怎麼搞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人 他老婆跟他講什麼 他都相信他 你叫他做就做 站就站 也不想害他老婆 到現在為止 這麼仁慈 這麼忠厚的先生 什麼都不講 你叫他講什麼 一句話都不願意講 那又比得不好 因為他不想 讓他沒有好的事業 沒有只是一個很強勢的人 然後他的脾氣也很壞 他的生氣的感覺也很低 譬如說他們去日本玩 帶著小孩帶著爸爸媽媽 學家人就飛機場出來的時候 不過接機的那個車子來晚了一點 哇沒有緊張大叫大罵 就帶著媽媽的小孩去接上去的車去 那剩下 比如說那個人在機場等很尷尬 車子來以後 小花來以後 小花來以後 你一個人幹嘛叫這麼大聲 以前呢 他們來出國玩的酒店 你就請一個按摩的幫按 這個按摩師這麼一桌的風吻 突然以後 他也嚇一跳 他說 你這個是女的誰呀 為什麼這個女的對這個男的講話 像對狗講話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強勢 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瘦 那你就是壞到不得了 不要認為說 結婚就是童話故事的part 2 其實它不是 它是真實人生的開始 等一下啦 結婚的主要原因 第一 吳先生大概15歲 17年之後呢 人老了身體也不好 他要到廢修年齡了啦 所以他把 什麼都沒有了 可是 對於 melody來講 他只有40充從 他要追求一些東西 無限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是他想要的 他就走了 你不然就也沒錢了 走了 對此 melody透過經紀人回應 強調不是事實 不需要社會浪費資源 沒什麼好回應的 交給律師處理